西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十六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段话将旧约中信心英雄们 活泼地描述在我们眼前 他们还没有经验到应许的实现 就已经躺在坟墓安息 但是借着信心的眼和盼望的手 他们凝视着远远的将来 注目在那应许之地 他们在世上是客旅的 是寄居的 但是他们真正的家乡在等候着他们 在向他们招手 虽然应许尚未实现 但他们定睛在天上的家乡 满怀信心而死 他们坚定地盼望一个永恒的世界 完全交托信实的神 他们确信神所应许的 神必能成就 一个人若没有盼望的支持 则经不起信心的试炼 唯有将我们的眼睛 朝向天上的家乡 我们才能确信 神一切的应许都必成就 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三十六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 是寄居的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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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